原标题头条 蔡英文过境少动作南汉大局媒体 北京对台青处划出红线 境外媒体称 尽管中国大陆强烈反对 但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10月28日抵达火弄鲁鲁 并参观了珍珠港纪念碑 她即将前往台湾在太平洋岛国中的盟友 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据路透社10月28日报道 蔡英文28日出发将渠道火弄鲁鲁和美国领土关岛 对三个太平洋岛国盟友 托瓦鲁、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 进行围棋一周的访问 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表示 蔡英文过境美国领土将是私人和非官方的 基于美国长期以来的惯例 并符合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她指出这不会改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及任何北京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蔡英文28日下午在随行人员和媒体人士的陪同下 陈船短暂参观了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她建立在二战时期沉默在珍珠港的战舰残骸上 报道称 这座纪念馆现在是太平洋地区二战国家纪念碑的中心 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 蔡英文向纪念馆献了花环 路透社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访问中国 去年12月她在英德总统选举后不久便接听了蔡英文的电话 这激起了北京的愤怒 中国大陆认为台湾问题通常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 报道称这是蔡英文今年第二次来到美国 今年1月她取到休斯登和旧金山往返拉美 并访问了推特网站的总部 另据台湾中央社10月28日报道 蔡英文访南泰三友邦去乘过境美国夏威夷 报道称蔡英文将访问马绍尔群岛 土瓦鲁和所罗门群岛三个邦交国 蔡英文此行去乘过境美国夏威夷 停留期间除了和美国智库人士座谈交流亚太区域最新情势发展以外 还将赴珍珠港参观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表示 蔡英文停留期间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末建全程陪同 除了公开行程 蔡英文也将会见或用电话联系美国政要 台当局自称是美可靠伙伴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0月29日报道 蔡英文夏威夷时间28日表示 透过美国全球入境计划 台湾到夏威夷旅游的人数将会再成长 台湾地区会在区域安全 投资贸易领域和美国持续连结 如她之前说 台湾地区一直是美国的可靠伙伴 另据台湾中央社10月28日报道 蔡英文访问南派友邦 据成过境美国夏威夷 当地报纸引述学者看法 指出尽管蔡英文 此行事过境 但仍具有敏感性 夏威夷报纸 谭香山明星广告报27日的报道提到 中美在1979年建交后提出一个中国政策 不过美国国务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 和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关系 是美国的主要目标 因此过去几十年来 台湾当局领导人都会在美国短暂过境 报道采访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前研究员 简舒贤 她指出 尽管蔡英文此行事过境 但仍具有敏感性 即使蔡英文只是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之一也会被放在放大镜下 显示 她应该有公开行程吗 中国大陆对台湾清楚划出红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战10月29日刊登题为中共十九大后对台政策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文章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台政策时明确重申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截图 在反台独方面除了纳入六个任何更首度提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原先反独不促统的立场明显转趋强硬 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怀柔战略则更灵活 更加软 文章称在反对台独方面 十九大报告既强调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也纳入六个任何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首席两岸事务人士的解读是 大陆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大原则问题上已清楚划出红线 同时也收紧一个中国原则要求蔡英文不仅要承认九二共事的历史事实 更要明确回答两岸关系的性质 即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才能开展对话 文章称十九大开幕当天在安徽合飞参加两岸交流三十年 启示与前瞻研讨会的台湾名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皇 就明显感受到大陆国力上升后旺盛的自信心 他向联合早报表示 大陆方面虽然强硬地指出 大陆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特别是有足够的能力打败任何形式的台独 这就是在告诉国际上和大陆内部的人 中国大陆已震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台湾若踩了红线 也不要轻忽大陆的决心 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黄奎博向联合早报指出 大陆的自信比过去高很多 过去的报告总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但现在更多是展现自身的优越性 他注意到 从马英九最后一年开始 只要对台胞好的措施 大陆就可以推行 如卡式台胞政这种单边行动越来越多 大陆确信只要大陆发展的好 台湾是跑不了的 黄奎博指出 北京比较担心的是非法理性的台独 像改历史课本身份证性名用 罗马拼音等 用这种切香肠式的手法 会慢慢切掉台湾同胞的国家 一事对和平统一会是较大阻碍 Article Adlist 打开参考消息客户端看更多外媒资讯 Sign in CM Translate 201719Karp Finsca 5465101 JPG QR Mark Y IMG Size 640360P P 小打小闹 不成气候 欢迎转发分享 P Article Adlist 责任编辑 霍玉昂 CM CM